目前华丽县政府正在进行部落国土功能分区划分说明 走进部落让族人了解土地分区的划分 相关的政策也影响到了部落土地以及经济的发展 部落居民认为政策对部落发展有明确的帮助 但是也希望居民的土地已经变成既有道路 是否也能够编列相关的预算来进行征收 华丽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委外办理的 原住民族部落环境基本调查及国土功能分区划设的专案 目前正在各部落进行说明会 国土区分影响着部落的经济发展 我想说国土它划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地幕的问题 那地幕的问题就是所谓土地它到底是不是合法这件事情 如果是针对所谓它在地商务原有已经在做经营 或者说是有一些商业的一些的考量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它还是必须要回到原先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来去做一个评估 那至于这个部分的话 那我之后也会再开另外一种的模式 可能就大概近期大家在针对民宿这件事情 在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花联有183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都存在着土地开发影响着部落的发展 居住环境也都畏处保护区或山坡地带 国土规划势必牵动着居民土地合法化的问题 人口多土地小建地也小 所以他们利用充分他们在附近的土地 来盖一些能住的地方 所以才变成伟建 对所以伟建也特别的多 这个问题我打从出生以来 我父母亲就在讲了 政府起初是跟他们讲说 土地先来利用以后会征收 可是利用到现在已经用了几十年 我父母亲都走了 可是到现在我们的土地还是公路里在运用 都没有征收 国土区分最直接的就是解决既有居住 使用土地不合法的问题 以及原住民地区在105年前 部落既有的建筑物合法化的问题 记者林杰综合报道